會議一週博文 關美國時政 這裡是一週美國 我是主持人辛農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6月9日 馬里蘭州史密斯堡一家工業設備製造廠發生槍擊事件 至少3人中彈身亡 槍手與警方交火時被打傷 當天下午2點半左右 一名槍手在史密斯堡一家製造工業廠開火 多人遭到槍擊 一名聯邦執法人員告訴有線電視新聞網 至少有3人被槍殺 槍手在和馬里蘭州警交火的過程中 打傷了一名州警察的肩膀 接著被擊中背部受傷 隨後被送到醫院接受救治 史密斯堡是馬里蘭州北部靠近於賓夕法尼亞州交界地區的一個小鎮 位於巴爾地摩以西大約75英里處 離華盛頓特區約有60英里 根據網上的信息 發生槍擊事件的工廠 名為哥倫比亞機器廠 是一家專門製造水泥製品設備的工廠 6月10日 聯邦勞工統計局公布的最新報告顯示 5月份 美國衡量商品和服務價格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比一年前上升了8.6% 同比升幅高於華爾街經濟學家預測的8.3% 也超過了4月份的8.3% 是1981年以來的最高值 比4月份上升了1% 環比升幅也高於經濟學家預測的0.7% 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和能源價格 5月份 核心CPI比去年同期上升了6% 略高於經濟學家預測的5.9% 比4月份上升了0.6% 高於經濟學家預測的0.5% 5月份 美國能源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了34.6% 達到200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其中 汽油價格環比暴漲了近49% 過去12個月的漲幅竟然高達106.7% 食品價格同比上漲了10.1% 環比上漲了1.2% 電力價格同比上漲了12% 為2006年8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6月11日 從加州到路易斯安那州超過6000萬人接到了高溫警報 三位數的氣溫預計將創下美國西南地區的每日最高記錄 當天下午 加州中央古地和西南地區的氣溫已經達到三位數 位於加州漢福德的國家氣象局 辦公室警告說 從薩克拉門託到休斯敦 美西南廣大地區都將出現創紀錄的高溫天氣 未來幾天 全美超過140個城市的每日氣溫都可能打破最高記錄 甚至連夜晚的低溫也可能達到危險水平 6月11日 美國中部和南部平原的高溫上升到了華氏90度至100多度 而高溫指數 也就是體感溫度 甚至接近華氏113度 尤其是在德克薩斯州南部 6月12日 國會參議院兩黨參議員宣布 他們已經就槍支管控安全立法的框架達成共識 這是國會在控槍立法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 當天 主導這次談判的民主黨參議員墨菲 共和黨參議員柯寧 及其他兩黨參議員發表聯合聲明宣布 他們就控槍立法框架達成了共識 重要的是 聯合聲明上有10位共和黨參議員的簽名 控槍法案若能獲得全部50位民主黨參議員 和至少10位共和黨參議員的贊成票 就可以在參議院過關了 而眾議院早先已經表決通過了一項控槍法案 參議院兩黨達成共識的法案 包括對21歲以下購買槍支者實行額外的背景調查 授權各州啟動限制危險人物持槍的《紅旗法》 並增加精神健康治療投資 加強學校安全 6月13日 總統拜登簽署了一項法案 該法案旨在研究建立美國首個亞太裔歷史和文化國家博物館 拜登當天在白宮的簽字儀式上說 建立這種規模如此重要的博物館 將激勵和教育人們 最重要的是 它將幫助人們在美國的故事中看到自己 拜登還提到 去年發生的亞特蘭大亞裔按摩院聯魂槍擊案 以及二戰時期的日益拘留營 他簽署法案時稱 這是一個關鍵時刻 這項由國會眾議員孟少文和參議員廣野慶子提出的法案 要求成立一個8人委員會 由參眾兩院領導人任命的成員組成 委託他們在18個月內 對建立全美首個亞太裔國家博物館的可行性提出規劃 同時對該博物館未來的運營維護 資金來源 以及加入全球規模最大博物館研究綜合體 史密森學會等提議進行研究 6月14日 聯邦疾控中心披露 截至6月11日 美國新冠病毒Omicron亞型B.A.4和B.A.5的感染者 在全部新增感染病例中的佔比分別為8.3%和13.3% 明顯超過了一週前的5.4%和7.7% 今年3月 世界衛生組織把這兩種快速傳播的新冠病毒變種 列入監測名單 他們在歐洲已被定為值得被關注的新冠變種 明尼蘇達州美奧診所疫苗研究小組負責人波蘭指出 接種新冠疫苗或先前感染過新冠病毒 目前仍能提供保護 但是 隨著孩子們在暑假後返校和新冠疫苗加強劑失效 未來Omicron亞型B.A.4和B.A.5可能導致更多的新冠感染重症和死亡 截至6月11日 美國日軍新增新冠感染病例的7天移動平均值為10.56萬 比一週前增加6.7% 6月15日 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首席執行馬斯克在推特上透露 他比較傾向於在2024年總統選舉中投票支持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州長德桑蒂斯 在當天凌晨發布的一系列推文中 馬斯克稱 他在本週舉行的德州第34國會選區特別選舉中首次投票給共和黨人 而他支持的佛羅雷斯成功戰勝了民主黨對手 把該席位遊覽轉紅 當被問到會不會在2024年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時 馬斯克說待定 之後又說他傾向於支持德桑蒂斯 到目前為止 德桑蒂斯還沒有宣布2024年競選總統 雖然他是特朗普的盟友 但外界認為 他如果參選 將成為202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有力競爭者 對此 特朗普非常不快 上個月 馬斯克宣布以後要遠離民主黨 轉而支持共和黨人 因為民主黨已經變成分裂和仇恨的政黨 以上就是本週一週美國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同時也歡迎大家關注並訂閱格律傳媒頻道獲取更多精彩內容 請兒今旅行 請來+. сок裡